騎士在小朋友行駛到外車道 下秒貨車從後方超車 碰一聲貨車撞擊機車後照鏡 結果駕駛竟然沒有停車 還繼續望前行駛 騎士出聲提醒對方 沒想到場面一觸即發 貨車駕駛疑死被激怒 竟猛踩油門追了上去 兩車展開追逐站 最後騎士被逼到巷內 貨車駕駛和乘客 一下車立刻大聲咆哮 吼叫怒罵 貨車駕駛甚至還指責對方撞他 車子的速度很快 然後喇叭聲也有暗藏聲 我出來看就是已經燃下來 在電鍵桿那裡 難得罵那個女的 事發台中方園19號下午 當時媽媽載著兩歲女兒 沒想到被意外撞擊 還被窮追不捨 嚇壞了 當下立刻道歉逃離 我們在三個小時之內 就有通知貨車司機來做說明 因為他的攔警動作本身 就已經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示範 所以他是有表達他 就是有後悔的意思 肇事貨車駕駛的弟媳說 他很好相處 妻則是領長不知道這件事 但當時媽媽確實被後罵逼車 擔心受怕最後提告妨害自由 記者韓志欣現任 臺中採訪報導 我先不是說 他兒子了 有後悔的事 其實有後悔的事 還變得很可怕 你會知道 ları Labor